战国册卷二十三 魏二 西守田盼欲得其魏之兵 已发赵 梁君与田侯不遇 西守曰 请国出五万人 不过五月而赵破 天盼曰 福清用其兵者 其国亦威 亦用其忌者 其身亦穷 功今言破照大义 恐有后救 西守曰 功之不会也 福二君者 故以不欲矣 今功又言有难以拒之 事照不乏 而二世之谋困也 且功直言义 而事已去矣 福难构而兵结 田侯良君见其威 又安敢士族 不我语乎 田盼曰 善 遂劝两军听西守 西守田盼遂得其魏之兵 兵未出境 梁君田侯 恐其志而战败也 西起兵从之 大败赵氏 西守建梁君曰 臣尽力节制 欲以魏王广土取尊名 田须从中拜君 王又听之 誓臣终无成功也 须王 臣将是 须是 臣请王 王曰 须寡人之谷掌之臣也 魏子之不便也 杀至王至 吾畏天下何 内至吾若群臣何也 仅吾畏子外之 令吾敢入子之事 入子之事者 吾畏子杀至王至 忽如 西守许诺 于是东见田英 与之约结 照文子而向之谓 身向于寒 苏代 苏代为田须税为王曰 臣请问 文之谓谓 属于其谓其也 王曰 不如其谓其也 眼之谓谓 属于其谓含也 王曰 不如其谓含也 苏代曰 眼将又含而左谓 文将又其而左谓 二人者将用王之国 举世于世 忠道而不可 王且无所闻之以 王之国虽甚乐而从之可也 王不如设须于策 以及二人者之所为 二人者曰 须非无人也 无举世而不利于位 须必错我于王 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意 二人者之所为之 利于位与不利于位 王错虚于策以积之 臣以为身利而便于事 王曰 善 果错虚于策 楚王攻凉难 韩氏因为强 成辉为西守 为韩王曰 吉攻强 楚师必尽矣 为不能知 交臂而听楚 韩氏必威 故王不如释强 未无寒患 必于处战 战而不胜 大梁不能守 而又旷存强乎 若战而胜 兵疲毙 大王之功强异矣 为惠王死 葬有日矣 天大玉雪 置于牛木 坏成锅 且为战道而葬 群臣多见太子者 曰 雪甚如此而丧行 民必甚病之 官废又恐不己 请持期更日 太子曰 为人子 为人子 而以民劳于官费用之故 而不行新亡之丧 不亦也 子勿赴言 群臣皆不敢言 而以告西守 西守曰 吾未有以言之也 是其为慧公乎 请告慧公 慧公曰 诺 驾而见太子曰 葬有日矣 太子曰 然 慧公曰 喜王继立 葬于楚山之围 鸾水捏其目 见官之前河 文王曰 喜 先君必遇一见群臣百姓也福 故使鸾水献之 于是初而为之章鱼巢 百姓皆见之 三日而后更葬 此闻王之意也 今葬有日矣 今葬有日矣 而雪肾 即牛木难以行 太子为即日之故 得无闲于玉及葬乎 愿太子更日 先王必欲少留而服设计 安前守也 故使雪肾 因持妻而更为日 此闻王之意也 若此而服为 亦者修法闻王护 太子曰 太子曰 甚善 竟持妻 更择日 惠子非徒刑其说也 又令魏太子魏葬其心王 而因又说文王之意 说文王之意已是天下 其小功也在 五国伐秦 无功而还 其后 其欲伐诵 而秦尽之 其令诵郭之秦 请何而以伐诵 秦王许之 魏王为其秦之何也 欲讲于秦 魏魏王曰 其王为宋郭曰 分宋之成 服宋之强者六国也 成宋之弊 而与王争得者处位也 请魏王无尽处之伐位也 而王独举诵 王之伐诵也 请刚柔而皆用之 如诵者 欺之不为逆者 杀之不为仇者也 王无语 王无语之讲 已取地 既已得地矣 又以立功至 其于诞颂而移矣 臣闻此言 而切为王悲 秦必且用此于王矣 又必且愿 王矣求地 既已得地 又且以立功亡 又必为王怨 使王轻其 其为之交以愁 又且收其 以更所于王 秦常用此于楚矣 又常用此于含矣 愿王之伸计之也 秦善位不可知也已 故为王记 太上伐秦 其次宾秦 其次监狱而详讲 与国无相礼也 秦其合 国不可违也已 王其听臣也 必无语讲 秦权众位 位在明熟 事故又位足下伤秦者 不敢闲也 天下可令伐秦 则因劝而俯感徒也 见天下之伤秦也 则先欲与国 而以自解也 天下可令伐秦 则为结于国 而不得已者 天下不可 则先去 而以秦为上交 以自重也 如是仁者 欲亡以为资者也 而焉能免国于患 免国于患者 必穷三劫而行其上 上不可 则行其中 中不可 则行其下 下不可 则明不欲秦 而生以残秦 使秦皆无百怨百吏 为己之曾安 令族下欲之以和于秦 使免国于患者之计也 臣何族已当之 虽然 愿族下之论臣之计也 焉其愁国也 秦兄弟之交也 何愁国已法婚姻 臣为之苦矣 皇帝站于捉鹿之也 而西戎之兵不至 与公三苗 而东夷之民不起 以焉伐秦 皇帝之所难也 而臣已至焉甲 而起其兵已 臣又便是三劫之力 奉阳君 孟长君 韩敏 周罪 周韩瑜 为徒从而下之 空其伐秦之以也 又身自嘲于秦 出之请焚天下之秦福者 臣也 自传焚福之约者 臣也 欲使五国约避秦官者 臣也 凤阳君 韩瑜 为继何矣 苏修 朱英 继皆因在邯郸 臣又睡其王 而往拜之 天下共讲 因使苏修由天下之语 而以其为上交 兵请伐位 臣又争之以死 而果西因苏修重报 臣非不知秦权之众也 然而所以为之者 为足下也 魏文子田须周消相善 欲罪惜手 惜手患之 为魏王曰 今所患者 其也 因此言行于其王 王欲得其 则胡不照蚊子而向之 毕毕物以其是王 王曰 善 因照蚊子而向之 携手以备填须周消 魏王曰 善 刮师之除 令稀守之旗 君二子者 圣述君 将侧交也 诗因令人 先知处 言曰 魏王 令稀守之旗 会师之处 君二子者 将侧交也 楚王闻之,因交迎会师 魏惠王其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其 刻为公子李之妇曰 何不令公子弃王太后,指太子之行 事成则数得,不成则为王矣 太子年少不习于兵 填叛速将也,而孙子善用兵 战必不胜,不胜必擒 公子争之于王,王听公子,公子必疯 不听公子,太子必败 败公子必立,立必为王也 其卫战于马陵 其大圣位,沙太子申,赴十万之君 卫王照会师而告之曰 福其寡人之仇也,愿之至死不忘 国虽小,无常欲吸起兵而攻之 何如? 对曰 不可 陈文志,王者得度,而霸者之计 今王所以告臣者,疏于度而远于计 王故先主愿于赵,而后与其战 今战不胜 国无首战之辈 王又欲吸起而攻其 此非臣之所谓也 王若欲抱其乎 则不如因便服折截而朝其 楚王必怒以 王由人而合其斗 则处必伐其 以修处而伐皮其 则必为处秦以 是王以处毁其也 魏王曰 善 乃使人抱于其 愿禅绪而朝 田英许诺 张丑曰 不可战不胜位而得朝礼 与为何而下楚 此可以大胜也 仅战胜位 赴十万之君而秦太子身 臣万圣之位而悲秦楚 此其曝于立定矣 其楚王之为人也 好用兵而慎悟名 终为其患者必处也 田英不听 遂纳魏王 而与之并朝其侯再三 赵氏丑之 楚王怒 自降而伐其 赵应之 大败其于徐州 慧师为韩未教 令太子明为之于其 王欲见之 朱苍卫王曰 何不称病 臣请睡婴子曰 卫王之年长矣 今有急 公不如归太子已得之 不然公子高在楚 楚将纳而立之 是其报空置而行不易也 田须贵于魏王 慧子曰 子必善左右 金服阳 横竖之则生 道竖之则生 折而竖之又生 然时十人竖阳 一人拔之 则无生阳已 故以十人之众 数一生之物 然而不胜一人者 何也 数之难 而去之亦也 金子虽自数于王 而欲去子者众 则子必威已 田须死 昭于魏苏代曰 田须死 吾孔张仪 薛公 西守 知有一人相位者 代曰 然则相者 以谁 而均辩之也 昭于曰 吾玉太子 至自相也 代曰 请卫君 北见梁王 必相之意 昭于曰 奈何 代曰 君其为梁王 带请睡君 昭于曰 奈何 对曰 代曰 从楚来 昭于 甚幽 代曰 君何幽 曰 张仪 而遇丞相之喜,以魏之强而持三万圣之国辅之,魏必安矣。 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语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赵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网。 苏代魏税秦王曰, 陈文之,忠不必党,党不必忠。 今臣愿大王臣臣之余义,恐其不忠于下吏。 自始有妖领之罪,愿大王查之。 今大王令人直视于魏,以玩其交,臣恐魏交之意义也。 将以色照也,臣又恐照之意境也。 福魏王之爱习魏信也,甚以,其智能而任用之也。 后矣,其魏物严尊勤也,明矣。 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则王之使人入魏无异也。 若用,魏必舍所爱习而用所畏物,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 福舍万圣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以难行也。 福令人之君处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为亲,则难久矣。 臣故恐魏交之意义也。 且魏信舍事,则赵之谋者必曰。 舍于秦,秦必令其所爱信者用赵。 是赵存而我亡也,赵安而我威也。 则上有野战之气,下有坚守之心。 臣故恐赵至意境也。 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赵小心乎。 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明。 魏信是王,国安而明尊。 离王,国威而全清。 然则魏信之士主也,上所以为其主者忠以,下所以自卫者厚以。 比其士王必顽矣以。 照之用士者必曰,魏士之民族不高于我,土地不实不厚于我。 魏信已含魏士秦,秦甚善之。 国得安焉,身取尊焉。 今我购难于秦兵为昭治,国处虚微之行,非得济也。 结怨于外,主唤于中,身处死亡之地,非完事也。 必将伤其前世而毁其过行。 既其力,必多割地以身下王。 则是大王垂拱之割地已为力重, 遥顺之所求而不能得也。 臣愿大王查之。 秦楚宫魏为皮士,魏魏为储王曰。 秦楚圣魏,魏王之孔也见王矣。 必何于秦,王何不被秦而与魏王。 魏王喜必那太子,秦孔施楚,必孝成帝于王。 王虽赋予之公位可也。 楚王曰,善,乃被秦而与魏,为那太子于楚。 秦孔,徐楚成帝,欲予之副公位,出礼即怒,欲予魏公楚。 孔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魏即魏楚王曰。 外臣即使臣夜之曰。 必亦之王欲孝成帝,而魏魏太子之上在楚也, 是以魏感,王出魏智,臣请孝之, 而父顾秦楚之交,以即公位。 楚王曰,诺,乃出魏太子, 秦因何魏以公楚。 庞聪与太子置于邯郸,魏魏王曰, 今一人言誓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否,二人言誓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一之以,三人言誓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信之乙。 庞聪与,福士之五虎名义, 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仅邯郸去大梁也远于世, 而一臣者过于三人, 愿王查之乙。 王曰,寡人自为之。 于是辞行,而禅言先至, 后太子霸至,果不得见。 梁王魏英, 商诸侯于饭台, 酒憨,请鲁君举商。 鲁君兴, 必习择言曰, 西者, 帝女令一笛作酒而美, 尽之乙, 乙饮而干之, 岁书一笛。 绝之酒, 约, 后世必有酒亡其国者。 其还宫夜半不咸, 一雅乃今熬繁智, 何调五味而尽之, 还宫时而饱, 智淡不绝。 约, 后世必有已味亡其国者。 晋文宫得难之危, 三日不听朝, 遂推难之危而远之。 约, 后世必有已色亡其国者。 除王登墙台而望崩山, 左江而幼湖, 以临彷徨, 其乐望死。 遂蒙墙台而浮登, 约, 后世必有已高台碑池, 亡其国者。 今主君之尊一笛之久也, 主君之位一雅之调也, 左白台而幼驴须, 南威之美也, 前嘉临而后兰台, 强台之乐也, 有依于此足以亡其国。 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余, 两网称善相主。